主題的話呢是有關於就是 Windows 7的部分 事實上 應該大家現在都有非常多的機會 會有機會接觸到這個Windows 7 不管是誓願的還是非誓願的 都沒有關係 重點在於說反正 都已經要換了嘛 對不對那你總是要 希望它能夠發揮比較 多的功能讓 大家在使用上 更加方便因為畢竟 換一個作為系統 老實講我自己剛換的時候也是 是有一點點不習慣 尤其是打扮總管感變很大 變很大 因為打扮總管事實上說真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都沒有變過 從Windows 9開始都沒變過 一點都不掌勁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這個差很多 所以剛開始你會發現說 好像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怪怪的 就沒有辦法完全那麼快上走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 會讓老師稍微了解一下說 Windows 7這一邊到底有什麼 比較大改變 那當然 現在Windows 8 Beta也出來了 8改變就更大一點 已經沒有開始了 下面那一條都直接把你收起來了 直接像手機那樣 直接用方塊字的 這個可能又 您到時候 更換過去的時候 大概又要稍微習慣一下 剛開始會覺得 很不習慣 除了 Windows 7有的一些功能以外呢 我們還要跟各位老師分享一些就是 在 有一些小工具 因為Windows 7雖然 換新世代了 可是畢竟 它還是有 不少地方 怎麼樣 還是不是 那麼滿足我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介紹一些小軟體 那 禮拜四的時候呢 順便廣告一下 禮拜四 我們還有 一節 是 就會介紹更多 就相關的一些 可以提升大家工作效率的一些 軟體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這個 Windows 7的部分 那各位呢 您拿到的這個 講義裡面大概只有三張 因為這是 用不一樣的方式 一般我們大部分 可能老師 平常拿到的是簡報的方式 那我這次改用新制服的方式 來跟各位做分享 因為其實軟體有很多 要講的東西也不少 那用簡報可能那個夜數蠻長 就用這個方式 那我會把 這個新制服的原始檔案給大家 好那麼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們 這是主要的 大概有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的話呢 就是說 既然有Windows 7 那你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它有大概拿什麼版本 因為SP也有不同版本 Windows 2000也有不同版本 所以你給它了解一下說 你的版本是哪一種 因為它有些功能 略有差異 略有差異 那就是說 大家最不熟悉的 所以從大家最 不習慣的地方開始著手 就是那個檔案總管 檔案總管裡面到底有什麼新的功能 好用的 或者說 我就覺得用的不順手 可不可以改回 某些地方改回跟我們SP一樣 讓我可以 我要的 並不是要最新的功能 而是要有的工作能夠順利一點 對不對 不然 新的軟體永遠 弄不完嘛 好多好多 現在軟體更新 像我們 我們在那個試盤的話 我們用最多的都是AFOB系列的 每年就 給你一版 每年就要升級一次 好累喔 那所以這個呢 看一下 那麼再來 跟網路瀏覽器也有很大關係 因為 Windows 7之後就是IE9 這到Windows 8 就是IE10 就是IE10 那原則上兩個是蠻接近的 蠻接近但是 有些東西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呢 他有關於影音製作 影音製作以前我們都是用MoveMaker 如果你用SP的話 在Windows 7的MoveMaker 有比較進步一點 至少他在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比較相對比較方便 那當然也有雲端的 也有雲端的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那再來就是說 Windows 7說不到的 我們就是 介紹一些比較常用的小工具給大家 使用一下那另外呢 還有什麼像我們這樣簡報啊 比如說像我現在我 尤其是像各位因為我不是用廣播的方式 廣播 廣播我現在好像也不能切換給各位